2022年,你需要什么?你想要什么? 大家好,欢迎收看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 我是Mike,从事澳洲证券行业15年 也是墨尔本最受欢迎的中文财经分析师之一 时间已经进入到了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三个年头 今天这篇文章也是我在圣诞假期之后 回到工作岗位的第一篇文章 在2022年的第一份观点的传达中 我刻意是避开了谈及特定的股市、汇市 或者是其他的金融产品 也不想像大多数的企业一样 从回顾过去一年的成就和荣誉 这种俗套的邮件开始 如果整天开口闭口就是今天赚多少 明天亏多少 那么什么都是钱钱钱 那是不是就太可悲了 所以在这第一篇文章里 我又要说一些和投资无关的事 那今天的话题就是 你所想要的和你需要的 想要和需要这两个看似相关的词语 其实是有着巨大的不同 在人的一生中 真正需要的事情其实并不多 食物、水、住房、衣服和一些基本的生活开支 如果再要加上精神上的必需品 那也许就是家人、朋友和爱人 除了这些以外 剩下的都是我们所要想要的 而并不是需要的 我们想要的远比需要的多得多 其实很多东西都只是一个欲望而已 它并不是我们需要的 它是我们想要的 如果说想要是感性的 需要那就是理性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我们都想要很多朋友 很多聚会 可是我们忘记 我们也许只需要一两个执行好友 我们都想要更大的房子 更好的车 更多的包 那其实我们每天生活 真正需要的或许只是火锅 麻辣烫 啤酒 面膜和咖啡 我们想要的很多 多到连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去取舍 实际上在过去的200年 人类的进步 其实就是建立在 对于物质不断的需求之上 有了更多的需求 社会才会进步 我之前也经常反驳我的父母说到 要更多节约 类似于这样的观点 我通常会说到 现在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经济 都不太好 我多消费一点 就是为了国家经济建设 在天砖加瓦吗 如果人人都存钱起来 那咖啡店 酒吧和商场 不都得倒闭 但是我们用消费和吃喝玩乐 所创建出来的那些 愉快的感觉 或者是快感 它消逝的程度和速度 甚至比疫苗还要快 我圣诞节休假了10天 每天都在吃喝玩乐之后 等待我的并不是超级的开心 而是巨大的失落和空虚感 我感觉呢 我似乎浪费了10天的生命 还增加了很多胆固醇和血质 连续的消费 并不能让我有持久的快乐 至少我自己没有 那我到底需要什么 才能够让我有长久的满足感 我想过 只有做我喜欢做的事 感兴趣的事 而且要取得了进步和成绩 这样带给你的快乐 才会更加持久 我喜欢的最初就是从金融市场中 加上我的经验和运气 去挑选一些产品 并且告诉给我的朋友 客户和周围的人 之后就是等待 如果我的运气足够好 那我会得到无数的感谢 或许还有一些新鲜的手工包子和家养鸡蛋 其实钱一直以来都不是我追求的第一目标 来自于别人的认同和信任 才能给我最大的满足感和荣誉感 而如今 这份感觉更是来自于我的团队和我的上级 虽然我现在并不是一个有着几千名员工的企业主 但是呢 我也能够体会到 作为一名团队的领导 你所承担的责任呢 并不仅仅是为了让你自己过得更好 更重要的是 能为你那些追随你 信任你 和你一起工作的员工 想着他们的未来 他们是否愿意一直跟着你 是否跟着你 能够过得更好 学得更多 这些都已经成为了我在2022年的需要 早已经不仅仅是想要 即使说了这么多自己的感受 也许你并不爱听 也毫不在意 但是如果你说到了我的邮件 看到这段话 则说明你是我们的客户 至少是关心我们的客户 那我想 也许你一定会想知道 在自己开户交易的公司 背后的那些人 到底是什么样 那么从今天的这份视频中 或许可以让各位 更加了解我一些 最后还是把话题 拉到我们的狼野中 在2022年 我们将会遇到 和过去两年很大的不同 这个不同主要是来自于 美联储将会开始在今年 停止执行 其两年以上的这个低息政策 也就是 今年将会正式开始加息 美联储的加息 将会给股市和整个金融市场 带来巨大的变化 这个我们只需要准备好 因此 看似疯狂的产品 在2021年和2020年的那种疯狂 在今年 或许是根本找不到了 如果你说 你要找的是一个十倍的股票 涨幅 其实你真正需要的 或许仅仅是20% 有些人他需要的 不仅仅是钱 他想要的 其实是体会到股市里 金融市场中 那种价格 大起大落的刺激 那种呢 能让你深深体会到 你还活着的感觉 其实在我们 或者是在任何证券公司 开户投资的 99%的客户 并不需要这些投资的资金 来吃饭 来租房 所以 他们并不需要来赚钱 但是他们想要赚钱 人呢 有很多欲望 无穷无尽 强盗到不知道如何去满足 那频繁跳出来的想要 投资金融市场 只是各位心中 无止境欲望中的一个 欲望到底是帮助人类进步的基础 还是永无止境 让我们无时无刻为之疯狂 那种动力 我想大家自己才能来判断它 但是我们何不想一想 你在2022年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或许你只有在踏实一点 先满足你的需要之后 当你回头看的时候 也许那时候你会发现 你所想要的也已经被完成了 好了 以上就是咱们在2022年第一篇的视频中 给您注入的心灵鸡汤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观众朋友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